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 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 让科技产业盛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及FB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魏玉珍 今天在2023年7月整个月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聊一聊 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议题 那当然这些议题呢 也环绕在很多不同的产业 所以在7月的这连续四周当中 我们将以AI以数位转型为核心出发 来聊一聊在不同产业 现在的AI技术 AI的应用 AI的场景 还有在不同产业 结合AI之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非常高兴 有机会邀请到高雄港务公司的副总 也是我们目前港务高雄港务分公司的总经理 王景荣 王总经理 也是我们高科大非常优秀的校友 所以我想邀请学长先跟听众朋友问好一下 好 魏教授 还有大家好 我是台湾港务公司的王景荣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一个主题 对 其实我们会想要在7月 企划一系列在AI不同产业的应用 其实真的是有一个缘由跟背景的 其实在一系列我们谈到高雄广播电台 一路跟各位听众朋友聊产业的议题 聊科技的新知 我们一直都发觉 数位转型是一个 大家现在面临到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更不要说AI了 那甚至是最近有谈到很红的Trad GPT 对不对 其实它背后也运用到非常多AI的核心技术 但是实际上呢 AI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又爱又怕 我不知道学长在产业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AI其实谈到了好多的技术原由 技术的核心 所以其实真正在做AI很多研究的学校的老师们 觉得AI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议题 可是没想到时过境迁 过了十年二十年 其实AI现在成为很多产业转型创新关键的因素 可是其实AI要真正应用在产业当中 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特别是实际上的应用场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想要特别邀我们学长 来跟大家分享 我喊学长比较亲切 因为真的是港务管理这个领域的大学长 所以等一会我们就要好好来跟学长聊一聊到底从高雄港务 那当然不只是高雄港 其实全台湾有好多好多的港口 可不可以请学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港务公司在做什么 大家好 在2012年3月1号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一个航港体制 有一个很重大的变革 那为什么要变革 因为因应整个航运市场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那一年的3月1号 就执行了一个航港体制的改革 就是把政器分离 以前港务局时代 四个港务局 集中高发港务局 集中高发 花莲 这四个港务局 它担忽的是经营管理 又是公权力的单位 但是这样子来讲 会有一些旱格存在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航港体制就分成一个叫做航港局 一个叫做台湾港务公司 其中航港局的部分 是负责公权力的部分 那港务公司是一个事业经营体 希望说它专注在未来的港部经营 它是一个交通部百分之百的控股港的一个国营公司 那它设立的时候 它一样在各 其中高发 台中高雄 花莲成立分公司 辖管辖下的整个台湾 国际商港的部分有七个港 基隆 台中 高雄 然后花莲 再来就是苏澳 台北港 安平港 这样子七个港 后来因为航港局管理的是国内商港 其中布袋港跟澎湖港 因为它没有经营的一个核心团队 所以就把这两个港口交给港务公司 所以港务公司现在管辖的是九个港 九个港口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我们四面环海 台湾几乎所有的港都是港务公司管 本岛全部都是港务公司管 那现在离岛只有连江 马祖跟金门港 因为归地方政府管理 所以说其实如果中央管辖 就是港务公司管理 那港务公司就负责港口的建设 还有包括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就是包括引进这个企业体 或是航商业者来经营这个码头 这个港口这样子 所以刚刚讲到港务公司 肩负整个国家 港务接轨国际 还有港务推动营运管理 各类转型非常非常重要的推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台AI 想了好久 每个产业都有AI从哪里开始 其实这真的也要很谢谢港务公司 其实我们最早的缘分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五月底六月的时候 大概六月中 我们有这个缘分 到学校高科大有一个月来书院 也是希望我们的校内师长主管 跟我们的校友企业界 大家可以有机会一起学习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有个机会到了高雄港 而且特别去了一个得会我们学长会介绍的高雄旅运中心 所以也都会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我想在我们切入谈相关的运用的时候 我想先请学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既然高雄学长一路都是在跟港务相关 也在高雄港的这个高雄分公司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 是真的是看着过去历历代代历历 每一个时期这个高雄港的转型 所以其实当时十年二十年可能想象不到现在会有AI这样的技术用在港务 是啊没有错 所以当时港务公司有没有面对到什么挑战 或者是思考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说 AI对于高雄或对于高雄港的发展管理 它可能扮演了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好 那港务公司成立以后 当然以前都是以客跟货 就是让它安全到达就好了 但是整个环境的变迁 港口不只是港口客跟货的进出门户而已 它还要有效率 而且要跟整个产业的供应链跟外贸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转运接驳服务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所以因为我们发现到说最近这些年面临到 比如说自动讯 人工智慧 大数据 还有物联网 等等新兴科技的一个到来 那以前传统的港务的经营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面对整个全世界 这个不只是港口跟产业结合跟竞争上 一定要有一些改变 所以港口的经营管理如何来透过资讯的收集分析跟应用 然后把它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不只是服务 而且要有价值而且要有品质还有效率的一个港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港务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第一阶段的叫做台湾港群智慧转型的一个计划 这边讲到台湾港群 所以意思不是只有高雄港 当然在提出的时候我们是以港群的观念 而不是说只有一个港来实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港都是港务公司在管 当然是希望是整个一体一起往前走 对 要发挥那个纵效 而且也有可能有一些某个特定港口 它的刚刚讲到从资讯要怎么去布建 要收集要做分析 所以可能某一个港举例在高雄港所做的这样的收集跟分析 也有可能在经验转移上面可以用在其他的港 是 对 就是这样 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不一定一开始所有的港都实施 不同的港可以用不同的一些solution或方案先去试 然后可行了以后再移转到其他扩展到其他的港口 所以我们在2018年提出叫Transmart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以高雄港为主要示范的港口 但是其实在这个同时 我们其他港也有不同面向 在AI不同面向的案子 也在做试验 再做转型这样子 那比如说在2010年 我们9月完成了船舶超航智慧的一个警示 2010年 所以其实算很早 对 很早就开始推了 对 开始推了 那时候其实我们很早就在推 当时当然是以高雄为一个核心出发示范点 后来发现到说这个成效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进阶 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港口都有建置VTS系统 叫做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这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就我们把它想象成说 我们搭飞机有一个飞航塔台 所以船舶入港啊 都也要管制 也要有一个塔台 能够去管理这个船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出 然后要靠到哪个地方 那船跟飞机不太一样 船虽然慢 但是船进来的时候是陆路一直进来 而且是在港口里面停满多船的 所以说在管理面上其实也是蛮复杂 所以我们建置完了以后 我们觉得说这个港口很忙碌 很复杂 因为在高雄港一年 进出的船舶有三万四千烧次 进进出出三万四千次 烧次 我跟他统计 一个小时至少有三到四艘船进出 那我们知道一条船 从港内到港外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二三十分钟 所以你看几乎是随时都有船在进出 都在港内行动 而且出港进港 在港口 那港口其实在港区水域 算是一个比较极限型的一个空间 不像船是在大海 如果大海航行的时候 怎么开都没有关系 但是进出港或是靠码头 它就要非常的在意安全的部分 所以我们进一步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进阶版的船舶超航辅置系统 警示辅置系统 我们透过AI 透过雷达 透过智慧化的感测元件来分析 然后做模拟航道 模拟航道是什么意思 所谓模拟航道就是说在电子海图 然后把所有码头建置好 所有的提口的固定设置做好以后 然后船进来的时候 是real time即时的 就可以看到这一艘船的轨迹 就它定位在哪里 它已经走过的轨迹 然后预测它可能会走轨迹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预测 因为我们必须要考量 进港的时候或出港的时候 在港内的速度不能太快 第二个怕它走走走 偏航会撞到码头 撞到固定设施或是什么 还有有的在航道里的旁边 是比较浅的会搁浅 还有就是包括进入危险区 或是走毛 所谓走毛就是 因为有些船要进港出港的时候 它等待 在海域等待的时候 如果你抛毛流毛的时候 它会去撞别的船 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包括两条船会插身而过 如果太靠近就会撞船 这一类的我们就做成一个 叫虚拟的一个安全航道 然后去管控这些船 希望说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偏航有异常 我们马上产生警示 自动跳途 这个警示是会由我们这个系统 辅助系统 它会警示船吗 跟我们的雷达塔台的管制人员 通报说它这一艘船 航行轨迹有异常 然后我们马上用无线电 跟船上的船长跟领港 通报说你偏航的 或是你速度太快 这样就可以避免它 这个发生危害 发生危险 那这一个是很重要 那目前高雄港建制以后 效果非常好 怎么说很好 我们通常都效果不错 效果非常好 就真的想多了解 所谓效果很好 就是说 我们有两道警示 一道就是稍微偏航 它还在安全范围 我们就警示了 然后如果更靠近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红色警戒 那就要请船长或领港 要能够用 就是要紧急处置 那我讲的很好 就是说这一套系统 让我们掌握到船的进出港 跟整个船在港内 或在茅区内 它的动态 我们一举一动 我们都看得一轻轻 所以他们都会 在这个系统的画面上 它的位置在哪里 预测它的轨迹路径 要怎么走 那如果偏误了 其实会有第一道警示 那再来就是真的偏离过大 我们不只是通知 还要引导它 怎么样去修正 所以说这一套 其实是对港口航行 船舶航行安全 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有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 应用到各港 现在有的港口 已经建设快完成了 有的也正在建 因为不同港口的一个建设 集成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它是不是 未来这么多艘船入港 它的路径图 其实就会变成 资料库的概念 它就可以在 我们这个智慧系统里面 成为一个database 对 我们未来 我们现在要收集 变成一个大数据 对不对 收集这些船入港 怎么走是安全的路径 我举例来讲说 假定一个船名叫A 这艘船曾经来过高雄港 然后它航行的轨迹 多次以后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 它分析出说 它应该这样航行是安全 只要下一次来 发现奇怪 它今天的航向 航速或是它的角度 有点偏移 我们可能就会产生说 这艘船要小心 因为它跟之前的 操航的习惯不太一样 这个是就是要应用 大数据来分析 那这一个是 目前高雄港正在 朝这个方向去处理 会不会有一个可能 那个情境就是说 这个船第一次来 那当然我们其实 也可以引导它怎么走 那它的轨迹 我们就记录下来了 那它等到一次两次 它这次来的时候 搞不好我们可以主动的 把这个建议安全的路径 告诉它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船的超航的主控前 是在船长跟领港 我们不能指挥它怎么走 但是我们可以警示它说 你的航向有点异常 还有就是说 你是不是太靠近哪一侧 等等的 还有就是说 你的左前方或右前方 有一艘船 有点偏航 你要避浪 等等这些 我们就能够 因为依照它超航的习惯 这个就是未来要利用大数据 去分析以后做一个 等于学习训练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 未来它应该算是 比较安全的四航的一个走过的轨迹 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感觉推动 导入这个AI技术 在我们港务的管理 而且是数位化有效率的管理 感觉推动的蛮顺利的 有没有什么在推动过程里面 有遇到的挑战 挑战当然有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船的主控前不在意 我们路上的塔台人员 就像飞机也一样 不是你在开飞机 你不能乱去指挥它 但是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林港跟船长不太信任你 这一套系统 觉得说你讲的到底对不对 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到说 其实是很有效的 我讲的有效就是说 我们是善意的发生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他说你这个有点偏大 所以我们每次 其实也老实讲 现在还是有一些船会稍微碰撞 靠码头的时候会稍微擦撞到码头 我们跟他分析的结果 就是你的航速太快 你的靠码头的时候的角度是不对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套 我们警示他之外 他如果希望调跃 这个整个超航的轨迹 我们可以调给他看 这么好还可以提供给川普 他有历史的一个记录 他可以调他自己过去历史的记录 如果必要的时候 也是可以调 所以刚开始大家觉得说 到底有效吗 但是实际上在国外也有人用过 其实是这个效益是有的 而且其实是一个对港口的航行安全 是很重要的 我刚刚听到一个在AI技术应用在产业 特别是在实际导入的时候 会遇到的一个状况跟情境 就是AI他照理讲他是很科学的 他搜集数据之后非常科学的 经过模型经过训练经过学习 他可以用在很多的预测上面 可实际上真的要用的时候 大家会担心一个问题 他真的可靠吗 会不会影响了我的工作呢 这大概是很多AI技术在运用过程里面 大家会有的一些担心 会有一点不确定性 所以刚才会跟学长请教说 AI在应用在港务公司 是否遇到一些挑战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推动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先上线 然后在做测试的时候 也经常跟这些林港 林水人做一些交换说 之前你带船 带这条船进来 我的这个系统 回放的一个历史记录 让你看 你觉得说对 这样子 如果我怎么修正或是说 这个一举一动 我都看得清 了解得很清楚 那这样子对于 这个他带船进来的安全性 也会比较高 所以他就慢慢信任了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来 系统上线一定是有这种过程 所以刚刚讲到说系统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试行了 然后也产生 也要跟专家建立经验累积 这个很重要 然后回馈到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产生相互的信任基础 其实不只是专家 其实这个系统也要能够被专家信任 他才能够去使用 所以刚刚我们光举一个港务公司 怎么样用安全市井的这个系统 其实就做了很多情境的分享 这个还讲的是海上的而已 还没有讲到很多其他营运管理 不过我倒是想要先跟学长请教一下 就是说您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港务公司要推 其实也花了一点时间 那您观察在 当然看起来港务公司 也第一有迫切运用AI的需求 但是实际上很多组织要推动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 那有没有您看到港务公司现阶段 或接下来要运用 或发挥AI的技术潜力的时候 仍然持续在做 或希望要去做的事情 其实港务公司在应用AI 或是大数据的一个这些优势 要去推动的 其实面向很多 已经完成了包括 我刚刚讲之外 完成了包括智慧监控管理系统 我们利用AI摄影机 然后去管理港口 港区的管理 包括最简单的 有没有人员闯入 有没有人员破坏 因为浮沿广大 我利用AI就减少人力 而且可以及时发现 我及时发现 我就及时可以去警示 然后启动 去看看安全防护 因为我们港区有港警 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保全人员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利用AI的一个技术 可以减少人力 但是不是取代人力 是减少 你要每天都在那边 跑来跑去去寻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在今年 去年底的时候 也完成了叫做 港务168高雄港区路况资讯网 及时资讯网 就是说因为港区的周遭 很多的节点 比如说我们的管制站 如果塞车的时候 那塞车会往市区塞 那市区会觉得说 你港务公司没有处理 你这一个交通的一个昏流 你就会造成整个港区周边涌塞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港务168 让我们的货柜车司机 或是我们的货车的司机 要进港区之前 你就可以直接上这个资讯网 你要你的目击地地一点 他就可以告诉你沿途有一些点 你可以去查看说 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施工障碍 有没有说交通阻塞的地方 还有你在管制站 你从哪个点进去会比较快 你在哪一个点 你现在有多少车流在那边等待等等 这些即时的显示 那这个现在很多的司机 卡车司机经常应用 这个也是蛮好的 我们有效的分散这个车流 而且让我们的这个货柜车 提领的座位速度就会加快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已经完成上线了 另外我们其实还在推叫做商情大数据 商情大数据 哇听起来很厉害 就是商情平台 就是把航线 我们高雄港有100多条的国际航线 那这个航线带来了多少的货量 多少的船等等 我们会在商情平台展示 而且未来我可以去做分析跟预测 预测什么 用预测说为什么这个航线 这个变动是这样的 然后整个分析产业的一个未来 等等这些我们现在都在做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叫做 海气象的物联网 天气状况的意思吗 不只是天气 海气象 风波潮流 好专业啊 风是最基本的 波浪 波浪对船舶的航行是很重要 风波潮流 所以说这个现在都在推动当中 那其实所以港务公司 已经进程到Smart 2.0 所以刚刚其实跟我们这个王总 也是我们这个在港务界非常非常资深 一路参与港务不只是高雄港 推动了很多的AI场景的应用 其实刚聊到很多从海面上的安全性的市井 以及到港区的路径管理 其实都是在AI应用的议题当中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 先跟各位聊一聊 高雄港务公司其实十多年来就一入投入 那我们节目休息一下 回来我们继续聊聊 全球的港务发展 以及AI的应用 走进时光隧道 那天每个街角 城市的摧探风狂 高雄广广 陪伴你探索 FM94.3 转接语音信箱 读声后开始击费 如不留言请挂断 吼 气死我了到底在搞什么啊 怎么了 我刚才在线上游戏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十万的游戏币只要三千元 钱挥过去给他 电话就打不通了 赖也封锁我 气死我了 哎呦 早就跟你说过了 网路上的现金交易啊 都是有风险的 你一定是遇到诈骗了啦 还不赶快报警 网路游戏陷阱多 切勿任意与陌生人金钱交易 以免造成财产损失 高雄943关心您 我们来搜寻什么是海洋教育推手奖 这是为了表彰 致力推动海洋教育的团体 个人地方政府 及课程教学团队 希望鼓励民间资源 益助凝聚各界力量深耕海洋教育 什么时候报名呢 即日起到7月10号 我们学校可以参加吗 当然 更多推手就可以促进海洋教育的传承与扩散 以上报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如果遇到溪水暴涨不小心被冲走的时候 尽可能让身体保持脚跟在前头在后的姿势 看到前方水面有高浪 就表示水底下有大石头应该设法避开 以免头被撞伤哦 我是诗文斌 夏日汐水安全第一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FM94.3 前瞻的 未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南方科技城 各位高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及FB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魏玉珍 今天7月的节目在7月4号 我们第一集 7月的第一周 我们来跟大家聊AI在产业的应用 而且我们特别特别着重在港务公司的管理 而且以高雄港为例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高雄港务公司的总经理 王景荣 王总也是我们大学长 那刚刚这个叫真的是委委到来 我看得出来学长这一路以来在港务公司 很多不同面向的经营管理都投入的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刚刚光是跟我们介绍一个高雄港 高雄港群智慧转型计划 其实在高雄港这个从北到南 主要的几个港口 还有延伸怎么样去拓展到 这个委托我们港务公司管理的几个港 大概有六七个港七个港 所以其实很多的经验传承跟累积 其实AI技术的应用应该会是在 接下来智慧化管理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呢 特别也介绍的在高雄港船舶交通服务 在这个管理的系统上面怎么样去导入 而且已经发展了超过十年 那当然除了在海面上船舶航行安全的管理之外 其实包括整个港区海的道路的 因为其实港区不只是我们观光客 更重要的是船舶入港 它是商港也是旅运中心非常重要的转运站 所以其实那个人流车流怎么样去疏散引导 也是港务公司要管 所以管的面向还真是广 所以要好好运用善用AI的工具跟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邀学长来好好聊这个议题 那我们刚刚谈的是高雄港 我们稍稍把镜头 稍稍把我们自己的想这个港务管理 我们稍微也请学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看到全球航运市场 其实有没有运用到或看到什么 他们在运用AI技术的可能性 或我们其实想要去借进的地方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过去两三年来 这个发生疫情 但是我们也看到原来在疫情之下 对于我们航运业 对于港务管理又是一番不同的面貌 我想我们也稍微请学长帮我们分享一下 好 前九航运其实变化蛮大的 尤其这几年有四大的一个改变 四大改变 第一个就是船舶大型化 越来越大的 越来越大 现在货柜船最大的一艘货柜船可以一次装载2.4万个 20尺的标准的货柜 那这个是最大的 第二个呢 2.4万个吗 2万4千个 2万4千2.4万个 对 我刚刚在想 我有没有听错这个数字 对 真的 那这个就会带来第一个要靠要进港的水深要够 第二个码头要够长 第二个呢 航运联盟重组 以前有三大联盟 后来打破了以后又重组 重组以后 最听说明年又要重组 所以重组的结果呢 会变成有一些航商被并购 整并 那再来整并了以后呢 就变成说 整个航运航线的一个布局会重新洗牌 重新调整 所以挑战性就会很高 那但是当然啊 这个是海英的变化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未来更重要 就是永续发展的部分 我讲的永续 就是说在航运业里面的永续发展 那航运业的永续发展就碰到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港口的智慧化 AI还有新创世产业的一个引进 第二个就是说 永续经营的这个 比如说像 未来的晋零探牌 然后呢 还有包括未来的 这个能源的一个转型 再来这是港口跟陆地 那船舶呢 一样 船舶的未来有无人船 有这个船舶使用的燃料的转变 这些都是为正在转变当中的 那刚刚 外教授所提的这个 国际上的一些 比较先进的港口呢 像新加坡或是像包括美国的 包括亚洲的这些主要港口呢 其实有发现到说这个AI智慧 这一个面向呢 其实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货柜中心啊 现在是采用什么 自动化设备 货柜的管理 用自动化的设备 那叫做 包括货柜的作业 在船上掉下来 码头或码头 放到那个船上的那个 这个吊车呢 是无人吊车啊 无人的吊车 然后柜场里面 我要去提领货呢 也只有卡车司机而已 开进去 就是好像在打电动玩具一样 那么好玩 但是这个要应用的科技技术 是很多的 比如说 OCR的辨识 OCR是什么呀 叫做 叫做 应该是 要去做安全性管理 无线电通信的一个 资料崛起的一个辨识 用比如说RFID 去辨识 然后呢 把它 把资讯传回来 做一个整合以后呢 去辨识它这个位置啦 还有包括我要提领的东西 是不是对等等 还有它的除区等等 应用这个 这个还有包括就应用什么 应用大数据的分析 对于它的这个货运的一个 这个未来的传播的大小或传播的航线 传播的数量的一个分析呢 都是靠大数据跟这些 这些新兴科技呢 去应用然后才能够完成 所以说其实在很多面向都是 比如说AI大数据 还有包括智慧化自动化的这些设备 还有这些它的一个资料崛起的 这些设备软硬体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比较先进的港口 都已经朝向这个方向在推动 所以我们推出Smart 2.0 它有它的进程 也有看到未来港口的一个发展 是必然的趋势 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是这样做 那其实在高雄港已经有导入了 包括就是长隆海运 租我们第七货柜中心 在今年5月1号第一期 有一半已经在营运 它就导入了几乎快自动化的 无人柜厂 只剩下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在现场 其他的都是在类似打电动玩具 就能完成它的货柜的一个移动 上车或上船这一类的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那工人就做其他的 比如说包括排舱排柜等等 还有一些比较从事 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的工作 那比较危险性的就利用AI的技术 去完成它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 其实我们高雄港衔接全球航运发展 其实我们是走在很前端的 我们其实是很接轨的 有一点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么说 我们有看到整个航运的趋势 对而且现在我们不只是看到航运的趋势 其实接下来也要跟王总跟学长请教的就是 我们其实高雄港所在的区域 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亚湾的核心区 那高雄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 我们有海陆空 那亚湾也聚集了我们很多的示范场域 不只是AI包括5G包括AIOT等等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衔接着整个高雄港的腹地 有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包括国家 包括高雄我们投入了 我们可以说是智慧城市的一环 所以其实在衔接着整个 从国际商港的角度 我们国际商港的定位 有没有看到我们随着高雄亚湾的发展 其实我们高雄港也扮演了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看来我们最近应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 要即将开幕 好 大家很期待 一个关心 其实亚湾现在已经进展到2.0 之前亚湾1.0的时候是叫5GAIOT 现在叫做新装科技产业 也就是说它起始面向是很广的 其实港务公司在亚洲新湾区这一块 有刚好在我们15到21号码头那个区间 是整个亚湾最精华的区域 那我们18到21号码头的这个有现在已经兴建的这个旅营中心就在19 20号码头 18到21都是高雄港务公司 对对对那码头都是港务公司的 那其中其中19 20号就是盖那个新的旅营中心 那这个新旅营中心呢 它呢是在亚湾的第一排 是水岸第一排 所以呢 不只它长相很像 就是一个地标 那现在呢 我们更引进的智慧化 我们搭配这个5GAIOT 整个呢 我们推动这个旅营中心智慧化工程 现在应该是在今年 八九月就会完成 我们建制什么 叫智慧管理智慧安防 安全防护 然后呢 节能永续跟敏捷的办公室十大主宗 都是在旅营中心里 对 有十大的智慧化应用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学生带去那里现场学习一下 可以 可以看看实际上怎么运用 我们还引进了这个人眼辨识 还有这个AI接待 智慧接待 还有智慧巡检 还有防控 还有能源管理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打造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一个智慧管理安防节能 永续跟敏捷的办公空间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结合人工智慧 大数据物联网 还有区块链的新科技呢 我们都把它链接进去 这是一部分 好想问哦 刚刚本来只是谈到AI 我刚刚都听到区块链了 那另外呢 我刚刚有提到 在上半场的时候提到那个商情平台 是啊 商情平台 也用在旅运中心吗 我们会建置在旅运中心 商情平台建置在旅运中心 对 然后商情平台呢 就是结合区块链等等的 包括整个货跟人流 都整个大数据都在这个 这个商情平台里面 大家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这个商情平台建在旅运中心 然后呢 里面又包含了有物 有人 各式各样的资讯 那这些资讯运用 这个商情平台运用到AI什么呀 我这样讲 比如说他 这个商情平台里面还有包括 刚刚整个包括像 这个整个航线的布局 就会跟区块链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包括还有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 然后人工智慧的部分就是 另外他在商情平台的 另外一个系统呢 他有一个叫做港区的3D图台 所谓3D就是 你应用这个人工智慧呢 去把这个港区的这个底图 电子化的底图做成3D图台 包括什么 包括地上的建筑物 地下的管线 3D管线 都把它纳了 那人工智慧就是说 当你 当你比如说 我有一块土地要盖房子 我只要输入那个地级 未来就直接告诉你说底下有什么东西 就直接跟你说 就是应用人工智慧去判断 还有包括整个 整个AI的连结 这样子 所以说呢 以后在管里面就是 就是这样可以很 很怎么讲 很 不会说 漫无目的的去 去说要去挖路 或怎么样子 就是说 在土地的管理这一块 也导入了整个智慧化 所以这个商情平台 跟战情中心 有点像喔 其实就是了 它是战情中心 加商情平台 是在一起的 都整合在一起 在整个一个监控中心里面 所以说 其实我们也 有发现到说 亚湾2.0 我们不能只是一个 好像一个建筑物进驻在那边 那另外呢 我们也不排斥 就是我这个心灵中心 有几层楼 有一些科技新创产业 想要进驻 那我们也很欢迎 就是说 我也正在招商 下台当中 所以旅运中心 接下来也会招商的 对 所以我们亚湾2.0 所以为什么市政府 对于只要是亚湾的 一个心烂产业 就会一定要找港湖公司 所以每次好几次的 像亚湾2.0的一个 启动会议 还是在旅运中心的三楼来办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是有连结的 那另外呢 还有亚湾的一些 未来的整个 我们会拓展到整个高雄港 港区呢 怎么样的去智慧化 然后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智通信产业 可以来协助我们 新创科技可以进来协助 能够成就这个 比较智慧化的一些产业链做结合 这个部分也正在洽谈当中 所以整个亚湾不是纯粹只是 好像说港湖公司就是一个建议 不是 是以这个建议为核心 我们要拓展出去 我们整个港部 就像陈市长跟我们讨论的 就是说未来叫做智慧港湾 智慧港湾 对 那这个如果成型 而且导入以后 也有它的成果 而且已经可以上线 好 就是说已经功能出现 产生的话 我们也会引进到其他的港口 去建制 所以以高雄为出发 因为我们的总公司在高雄 那高雄公司又是最大的一个 整个港口的吞吐量 所以刚好整个是在这边先来发展 大概的状况 所以刚刚提到 我们在亚湾 其实港务公司 其实整个高雄港 就是亚湾腹地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亚湾本来就是在肩负着 培育很多结合新兴科技 5G AIoT AI也好 相关的新创公司 所以其实跟刚刚王总提到 跟港务公司也要推动很多的 创新应用 其实是相互结合的 而且更能够以 包括亚湾也好 或高雄港区也好 作为一些示范应用的场域 然后高雄港可以拓展运用 那我们可以延伸到 其他的几个港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环环相口的 而且其中还有一块 刚刚提到说 我们整个高雄港在推动 我们讲这个 TrendSmart 2.0了 就是已经到第二个阶段了 其实刚刚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永续 那永续这个议题其实也是扣合着 现在全球都在谈的ESG 那当然ESG里面 包括环境 包括社会 包括治理 我们怎么样也扣合着 这个ESG的趋势 又结合了一些AI技术的应用 用在港区呢 有没有一些案例啊 我们现在在推动一个叫做台湾港群 智慧能源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智慧水电表 智慧照明还有创能除能 然后等IoT的一个设备 去掌握设备耗能 然后呢完整的收紧 收整分析整个港口能源使用的数据 然后呢 用AI去分析说 我未来在某一个区域 某一个货柜中心的 的最适能源配置 怎么样来进行 而且用有系统的智慧化管理 那不止这样子 我们未来就朝向怎么样减碳 你要能够分析说 我整个耗能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你才能够怎么样去节能减碳 那这个第一个步骤 正在推动当中 所以说未来呢 港口的基础建设的能源使用呢 要怎么样减少耗能 怎么样是用干净的能源呢 我们未来在整个智慧化管理系统呢 会导入 导入以后在下一个阶段 就是落实这个ESG 怎么样去减碳 那这个是下一个阶段 现在正在推啦 那但是我刚刚讲的系统 已经在建制当中 所以其实节二一ESG 我们是smart转到ESG 其实是一直在连接 呼应国际趋势的 不是说我好像一个smart 2.0就自己做自己的 然后ESG又另外做一套 其实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其实刚刚在讲说 其实学长已经分享很多 王总分享很多 其实高雄港正在结合国际趋势 而且是运用在 运用了很多AI的元素 所以其实能源的智慧化管理 其实就是一块 那当然呢 其实除了能源之外 我们相信其实在港口的业务管理 其实还是面对很多面向的策略 要怎么去拟定 怎么去推展 所以有没有现在持续关注的一些关键议题 那这些议题其实可能高雄港已经在做 或者是说我们接下来评估 我们要怎么导入的呢 好 那我们知道 现在缺光蛮严重的 真的 其实AI就是希望可以smart work 全球在数位化以后 慢慢大家很多人都去做服务业了 不会这种比较属于劳动能力的 还有包括环境比较不好的一个产业的 现场作业 其实有航港产业就是这个 那我未来无人化或是说自动化的 机具的多元应用是必然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国都陆续在投入这个新兴科技 结合港口营运管理的一个自货化设备 那港湖公司也不例外 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呢 远端操作设备 我们用远端遼控 刚刚就像无人的起重机就是这样的 柜场管理的事 对 然后自动化的机具 还有什么 无人自驾车 港区也要无人的自驾车吗 有在做POC啊 还有呢 无人船 还有呢 叫做水下机器人 为了要修理 比如说港口这个码头底下是不是海水嘛 那底下的岸壁到底有没有漏砂破坏受损 或是说它钢板有没有虎实 以前都用潜水人员 现在就用无人船 无人的载具 搭配这个AIOT的设备 然后去侦测 甚至于未来朝向说 定位等等都可以做 包括水深的测量 都是用无人的载具 那希望 那现在也有另外一块 是用人家 就国外在推无人船 那台湾当然有人在推 但是因为港务公司 不负责建造船舶 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搭配 我们未来要搭配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就要搭配 如果无人船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管理它 进出港的管理 这些面向都是在推动 所以我们港务公司 在Smart 2.0的升级计划里面 我们规划在2030年的时候 还有7年 对 台湾港群智慧发展蓝图 要聚焦在什么 在部件港区智慧基础设施 设施要朝向智慧化 然后第二个加值 营运数据汇流的分析 也就是说利用大数据的分析 知道未来的趋势 跟怎么样去下营运的策略 对 再来就是应用新兴科技的产益 做试验 那试验如果成功以后 比如说港区的自驾车 可不可行等等这一类的 我们都在导入 而且在做一些POC的测试 还有包括港区的空污 空气污染 对啊 刚刚讲了很多 好好提到空污也是一块 空污 噪音 我们现在导入微型的感测器 然后收集大数据以后 我们就会去 未来会去做分析 或是说甚至于说 这个自动告警的系统说 奇怪为什么这里空气品质 刚刚是不好的 找出原因来 也许就直接掉附近的CCTV 一看就知道 这里是不是有人在烧垃圾 或怎么样的 这个对于港口的管理 还有包括安全 还有包括这个环境的永续 是一个很重要的 甚至于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叫 港区的种树的 叫做资料库 种树吗 种树我们港区未来 所有的树 一定大小的树 都会建立资料库 每一棵树都有资料库 长在哪里 什么时候种的 什么品种都有 那这个就是 绝有未来零碳牌的概念 趋势 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听众朋友聊 以港区为例来谈 智慧港湾 其实是智慧城市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块 而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AI的场景应用 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那当然其实刚刚提到 很多的运用 其实我想有一个词 我帮学长说 其实就是人机的协作 是 好就是 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人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反而更需要的是运用工具 smart work smart 不只是work hard 所以我想在7月份 AI的节目当中 我们先好好的 跟各位听众朋友 介绍了港务公司 也介绍了港务的管理 当然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来高雄 来高雄港湾 来看看即将要开幕的旅运中心 是不是 好那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回到 前瞻的科技的 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